嗨,大家好,我是鄧文鑫鄧醫師 那我們上一集的影片已經談了一些 跟兒童肥胖有關的迷思還有觀念 但是實際在生活中到底要怎麼做比較好呢? 而且每個孩子的問題都不太一樣 有一些是因為比較挑食,比較不愛吃飯 這樣子我們就會很煩惱,會不會因此而長不高、長不大 那有些孩子是常常喊餓 或者是說可能已經有點肥胖跟過重了 那我們又不想讓他太胖 可是難道就不讓他吃,讓他餓肚子嗎? 那今天我們就一次來解答這些讓爸爸媽媽們都頭痛不已的問題囉 好,先給大家一個大原則 孩子們就是用健康的圓形食物盡量在正餐把他們餵飽就對了 這樣子的目的是避免在正餐以外的時間 再攝取到有添加物的加工食品或是有添加糖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在推薦大家的211餐盤就是適合所有年齡層 只是跟成人比起來 如果你的小孩是體重正常但是食量很大 或者是根本就已經過輕的孩子 就可以在餐盤比例上面 澱粉這一塊的比例再更增加一點 那至於像奶製品 很多的成人或是已經有肥胖跟胰島素阻抗問題的 我們會先暫時說這個奶製品的分量可能要先減少 因為這些東西是非常容易醋胰島素分泌的 可是小孩子呢 他還有長高的需求啊 而且還有鈣質的這些營養的問題 所以奶製品適量攝取 仍然是非常適合所有小孩的 但是就是要注意不要去選到那種有色素啊 或是還有添加糖的 那水果的話 因為糖分還是比較高啦 也不用擔心怕小孩子吃太少水果 就把它打成果汁 或者是買市售的果汁來喝 一樣是以圓形的整顆水果為主 讓孩子盡量攝取到纖維還有各種的營養素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大重點啊 就是很多爸爸媽媽會怕家裡的小朋友 營養吃不夠不均衡 那營養的東西都從食物裡面的哪邊來呢 就是蛋白質和蔬菜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讓小孩盡量就是 肚子很餓的時候 我們先把蛋白質跟蔬菜類 先餵到他的肚子裡面 不要說一碗白飯下去都已經差不多飽了 你再叫他吃那些菜啊魚啊肉啊 他根本就吃不下 所以像我們家實際的做法 就是吃飯的時候 我給小孩的一定是一個空碗 而不是裝著白飯的碗 那先上桌的就會是一些青菜啦 蛋白質啊 豆腐肉或是湯 這一類的東西 那小孩子差不多先吃了五六分飽之後 我再問他說 那你要吃多少飯 我再幫他盛 久而久之後 在外食的時候 其實也都會養成先吃蛋白質 還有蔬菜的這種好習慣 就比較不會有營養不均衡的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來說一下 在引導孩子進食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好的 大家都知道了 正餐一定要盡量讓孩子吃飽 可是有時候年紀小的孩子 他真的食量不大 還是需要點心的 那也沒有問題 我們一樣可以給予他點心 只是這些點心呢 我們就盡量選擇是 富含蛋白質 以及纖維的食物 包括雞蛋啦 豆腐啦 無糖的豆漿 沒有添加的一些乳製品 或是無調味的堅果 這些東西雖然是點心 但是他們可以穩定血糖 而且都富含營養哦 第二個問題就是呢 有些孩子好像 常常看起來就是吃不飽 或是餐跟餐中間 常常就是想要吃點心 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處理呢 首先啊 我們要先確定一下 孩子到底是真的餓了 還是只是嘴饞 那判斷的方式很簡單啊 就問小孩子說 哦 你現在肚子餓了哦 那你想要吃一些雞蛋嗎 豆腐嗎 或是蒸魚 如果他說不要 他只是想要吃餅乾 那就是嘴饞 不是真的肚子餓 那這時候啊 爸爸媽媽也要有原則啦 不要因為小孩就是這樣講 然後你就趕快 塞一些餅乾淋食給他 這樣只是會加重他以後 這種亂吃的行為而已 那再來就是哦 那這些常常餓的孩子 他也確實就是反應 他就是沒有飽足感啊 那怎麼辦呢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 關於飽足感這件事情 食物的份量跟熱量 當然是一個我們要考量的點 但是更重要的 其實是我們身體的荷爾蒙的分泌 那影響我們飽餓跟飽足 主要有一個東西叫做 飽餓素 飽餓素這個東西哦 他會讓我們真的就是很想吃 那怎麼辦呢 有兩個方式 我們可以避免飽餓素的過度分泌 第一個就是我們整體食物的配置 如果說 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是過高的 那常常我們的飽餓素 就會被過度的刺激 第二個就是進食的順序 如果我們可以先吃蛋白質 蔬菜類的東西 相較於你先去吃碳水化合物 前者飽餓素的分泌是比較緩慢的 後者飽餓素會比較快速的被分泌出來 所以如果吃東西的時候 先吃一堆碳水化合物 那是真的會比較快餓的 所以啊 如果小朋友早上跟你反應說 媽媽 我已經吃了巧克力牛奶 又配了一大碗的玉米片 還吃了兩片吐司夾蛋 還是很餓耶 怎麼辦 這時候不妨把它改成 兩顆蛋用好油煎一煎 加一些起司 大番茄 灑一些豐富的五條味的堅果 最後再給他一塊地瓜 或是一些水果 這樣試試看 小孩子的血糖就會更穩定 飢餓素也比較不會被分泌囉 那關於食物分量的部分 如果211這個餐盤的比例啊 覺得吃不飽 是可以等比例放大的哦 而且我們不要過度限制 小朋友一些好的油脂的攝取 因為這些好的油脂 也是可以幫助穩定飢餓感的 相信透過這些方法啊 我們可以就有效的來處理 小孩子常常覺得吃不飽的問題了 第三個問題 可能也是大家覺得最棘手的一個 就是挑食或是食量小的孩子 我們怎麼樣盡量讓他吃下營養的一餐呢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幾個小訣竅 首先哦 在同樣的體積之下 我們盡量來選擇營養價值比較高 營養密度比較高的食物 舉例啊 同樣都是餵一口飯 白飯跟無骨飯 當然是無骨飯的營養價值就比較高 那像蛋黃這種東西 我們也可以巧妙的把它融入在這個飯裡面 他也不知不覺的可能就吃下去了 湯的話也是啊 南瓜蔬菜濃湯 可能就會比貢丸清湯還要好 配牛奶的東西 燕麥片就會比精緻的玉米片還要好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選擇 就算是食量小 我們也可以盡量讓孩子吃到營養價值比較高的食物 再來哦 就是孩子常常不太會願意配合吃飯的時候 我們會可能想說用一些色彩鮮豔的點心 或是糖果來吸引他 但同樣是色彩鮮豔 我們可以應用到餐具上面 或是餐盤上面 我們可以讓小孩子選擇他喜歡的這些餐具餐盤來吃東西 或是上面印有一些他喜歡的卡通人物的圖案 在這樣子開心的用餐環境之下 相信他就會比較願意配合了 再來第三個 我們可以給孩子多一點選擇權 而且給他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以技巧性的引導 怎麼引導呢 像以前我們可能常會說 不然這些食物你選一個喜歡吃的 與其這樣問 不如我們問說 那這些食物你挑掉一個你不喜歡吃的 或者是說蔬菜 我們與其問他說 你要不要吃這個蔬菜 吃這個菜好不好 不如問他說你要吃花椰菜還是小黃瓜 這樣他就比較有機會吃到 我們希望他吃的營養的東西 那同時這樣做的時候 小孩也會覺得比較被尊重 因為他可以選擇 那被尊重的狀況之下 他就不會覺得吃東西 好像是常常被限制 被強迫的一種情境了 那最後就是我們這個料理 從食物採買選擇備料 一直到完成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家長帶著小孩 一起來參與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帶小孩上菜市場 或者說今天要準備晚餐了 請小孩去冰箱裡面選一個他喜歡吃的蔬菜出來 一起準備 相信在這樣準備的過程中 一直到料理上桌 小孩子對於碗盤裡面的食物 會有更負責任而更積極的想要把它吃完的感覺 這樣就可以得到更均衡豐富的營養了 好啦講到這邊 可以發現當爸爸媽媽真的不輕鬆啊 今天的影片也是我結合理論 跟我實際上生活的一些經驗來分享給大家的 那我相信其實每一個爸媽都是最了解自己小孩的人 只要我們用心觀察用心的引導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跟孩子最適合的互動方式 那這種健康飲食的道路啊 其實一開始走起來一定會覺得有些原則 或是執行上有點困難 但是只要一旦開始了 相信一定會越來越輕鬆 小孩子也會越來越好養 越來越好帶囉 那今天的影片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我是鄧文心醫師 下次再見了 掰掰 接下來 我們走到來 我們在講台詞 我們還講台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